欢迎来到月亮说 目前2022上半年 已经有不少万众瞩目的重磅古装剧《沙青》 像是罗云熙和白露 继《半世蜜堂半世商》之后的二搭合作《长月晋明》 还有钟翰良和袁冰岩主演的《青城一青欢》 以及目前期待值最高的《新川日常》 这是白晋廷出道以来首部古装男主剧 以下2022上半年《沙青》的十部重磅古装剧 还有徐凯和古丽娜扎的《雪英灵主》 张雨昕的《千秋令》都离定当又进一步了 2022上半年《沙青重磅古装剧》TOP10 朱亚文 于浩明 文永山 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一部清朝历史古装剧 为爱奇艺2022出品的重磅证据 故事讲述英国少年斯荡东随父亲来到中国 与武敦元共同做成一桩生意后 武敦元成立颐和形 斯荡东则在学成后成为东印度公司职员 两人因武敦元销往英国的茶叶质量不合格 而久别重逢 然而武敦元被冤枉入狱 几经波折后终于查明真相 得救后武敦元将颐和形越做越大 成为世界首富 而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 他也成为镇守广州的民族英雄 广州十三行有着黄金主创团队和众多老戏鼓 值得期待 2022上半年杀青重磅古装剧Talk9 张南 王玉文 风雨农 烟之乱 于正除了未有暗香来之外 另一部风雨农 烟之乱 同样在2022正式杀青 这部剧改编自尼罗小说 小说的时代背景为宁国 但于正把它改成唐朝 主演张南是于正旗下的演员 凤秋皇 浩兰传 烈火军孝 黎歌行 都有他的身影 最近又出现在上时 而王玉文主演过几部填充网剧 像是只是结婚的关系 他先前也参演过古装大剧 《三国机密》 之前龙在渊 风雨农 烟之乱故事讲述女主角 从粗也泼辣的名门遗孤 到十里扬场 最富盛名的交际化 她是明艳动人的亡命之徒 受尽委屈 只因爱上了一个人 爱到想把她吞进肚子里 可是 情图长如三生路 她不舍昼夜的跋涉 只未能博得她一眼 剧版的时代背景 从民国变成唐朝 感觉故事会魔改 希望不要改的只剩人名 原著小说还蛮好看的 2022上半年 杀青重磅古装剧Top8 行飞 嫡子路 傅流年 傅流年是部武侠古装剧 先前还传出援冰炎要接演 后来官宣定角田剧女王行飞 行飞之前也演过武侠剧明月 曾照江东寒 2021上半年拍的飞狐外传 也是武侠古装 而这次 傅流年合作新人演员 嫡子路 1998年生的嫡子路 参演过全职高手 世界欠我一个初恋 久留霸主 机智的上半场等电视剧 虽然多是配角 但都是有知名度的剧 最近还出现在余生 请多指教 傅流年 讲述天下运河的职掌者 陆安然 虽为女子却志在河山 性情豪迈开朗 而重情的她 也因为一个情字 跌入致命的骗局 遭阴谋算计 失去了一切 她誓死要让仇敌付出代价 而大汉朝九皇子牧川 是陆安然千疮百孔的 内心中的一片纯净田园 她心怀万民 却在命运的推动下 卷入黄泉的斗争中 2022上半年 杀青重磅古装剧 Top 7 徐凯 古丽娜扎 雪英领主 徐凯主演的古装剧 雪英领主 于二月正式杀青 这部剧 根据我吃西红柿的小说改编 为南平殿堂级爽文 将是徐凯首部大男主古装剧 虽然搭档古丽娜扎的演技 让人很担心 但冲着徐凯的美颜 还是让粉丝超期待 雪英领主 拥有太古血脉的少年东博雪英 自幼丧父 与弟弟相依为命 为旧母卷入正魔争斗 其间 雪英与神族后裔女子 于静秋香时相恋 养人历经磨难 不畏艰险 成为知悉爱人 生死与共 在与魔族云厥波轨的对抗中 雪英英勇无惧 履入险境 为保护亲友 她深重魔毒 命悬一线 但在下族危难之际 她出心不易 永不言弃 突破自我极限 团结师友 共同保卫下族 守护家园 书写了一曲回肠荡气的热血神话 成长为星耀东方的一代雪英领主 2022上半年 杀青重磅古装剧 Top6 张雨昕 童梦时 千秋令 千秋令 是一部古装仙侠剧 为张雨昕记 与君歌后主演的第二部古装剧 合作 曾参演庆余年的童梦时 千秋令 是张雨昕的经纪公司 欢瑞世纪出品的电视剧 看来 欢瑞 真的要把张雨昕 捧成继任杨子的意解 千秋令 并讲述正道盟主陈少游 与魔教教主李雪 原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却因为误会 注定要相遇相杀 陈少游失手将李雪推下悬崖 两人的命运从此改写 他们在十年后重逢 李雪利用少游的愧疚 潜伏在他身边 几次刺杀 却最终被少游的宽容 善良打动 情愫暗生 但两人又因各种误会和仇恨成为对手 最终 他们历经磨难 以爱化解正邪两派的纠葛 2022上半年杀青重磅古装剧 TOP5 徐正希 孟子义造作时光 造作时光 是月下谍影小说改编的古装剧 女主由原定的居静一 换成孟子义搭档徐正希 徐正希自独孤天下后 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古装美男 他虽然不是高人气的一线男星 但自独孤天下 窜起后 资源就明显上升 先前才刚和杨超越拍完古装仙侠剧虫子 已然是古装大户 做时光 讲述梦想成为流传史册并美人的武林高手花琉璃 何其死人不偿命 不想登基当皇帝的太子基元素 养得造作男女的有趣故事 花家是朝堂手握兵权的武将世家 花琉璃貌美如花又并骄 而且走到哪都总能破坏反派家的阴谋诡计 备受万民追捧 太子基元素毒蛇又记仇 一言不合就得罪人 搞得所有人都纷纷躲避 而基元素对花琉璃起了兴趣 后又爱上女主 使尽各种手段击退情敌 堪称追妻典范 最终两人组成皇家最强双打情侣 2022上半年杀青重磅古装剧Top4 周也 王兴月 未有暗香来 三月有多部古装大剧正式杀青 其中包含于郑最新制作的《唯有暗香来》 《未有暗香来》改编自知乎三大念文 喜千华 周也自山河令爆红后资源不断 刚拍完护心就直接进《唯有暗香来》剧组 而男主角王兴月位于正欢于影视力捧的新生代 他就是周生如故的反派男二 这部剧的配角阵容有亮点 还有彭小冉 未有暗香来 原著小说是穿越设定 一个怀穿梦想 即将步入社会的的女大学生 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穿输了 还落了一个人人喊打的恶毒女配角色华浅 奸臣父亲 顽固兄长 华浅前妻已将坏事做尽 所以他虽有上帝视角加持 却无半点女主光环 霸道男主 痴情男二通通都与他无关 原女主谈笑间信守拈来的深情 却是身为女配的他费心绸缪而不可及的 他一个没人疼 没人爱的炮灰女配 必须改写书中属于恶毒女配的惨死结局 重新塑造自己这个角色 然而因突然的喜新改面 产生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情节彻底偏离轨道 华浅的命运 更走向了比死亡更加纠葛的结局 2022上半年 杀青重磅古装剧Top3 罗云熙 白露长月近名 罗云熙和白露季 半世蜜堂半世伤后二搭主演的长月近名 终于在三月正式杀青了 两人在半世蜜堂半世伤的CP火花炸裂 而他们都是近几年人气爆棚的古装神颜 古装扮相被受喜爱 没想到竟然能看到这两人合作古装剧 长月近名 高颜值强强联手肯定爆 长月近名 根据腾罗为之的仙侠小说 黑月光拿吻B1剧本改编 女主是仙门掌门之女 自带圣母光环那种 阴层奇迹般地在杀人如麻的魔王手中逃脱 所以被派去在魔王觉醒前追寻真相 从而穿越到500年前 成为乖裂跋扈的匠门嫡女 和尚未觉醒的魔王成婚三个月 男主天生摩根 没有感情 残忍是杀 女主一心想完成解救苍生的任务 为了抽出摩根用尽办法 让男主动情 疯狂撩汗 让男主爱 她爱到无法自拔 结果转头女主又毫不犹豫地 把神钉插入她的心脏 女主失败 男主封魔 女主用神魂化成神髓 换掉男主的摩根 自此虐恋开启 男主疯狂寻找女主的魂魄 2022上半年 杀青重磅古装剧TOP2 钟翰良 袁冰岩 清诚意清欢 袁冰岩2021年拍完《祝清好》 和《落花时节诱逢君》之后 又接下第三部古装剧 《清诚意清欢》 合作高人气的钟翰良 这也是钟翰良继爆火的 《锦心思域》后 在街的古装偶像剧 这对CP组合备受网友期待 演技够稳 古装扮相也好看 《清诚意清欢》 从2021年底开机到 20223月正式杀青 不晓得下半年 有没有机会看到 《清诚意清欢》 根据拈花惹笑原著小说 《王的女人》 谁敢动改编 原著小说是穿越故事 讲述《清诚意清欢》 原本是个社畜实习生 没想到却意外成为 有声书世界最不受宠的 风家嫡女 她用装风卖傻 掩人耳目 实则机灵睿智 邂逅了全清天下的 战神战青城 《杀法果决》的战青城 其实是帝家遗孤 身负血海深仇 却看透权力游戏 而遇见《清诚意清欢》 则是她生命中的一道暖阳 2022上半年 杀青重磅古装剧 Top 1 白静庭 田兮薇 新川日常 白静庭继天盛长歌之后 终于接拍新古装剧 新川日常了 这是她出道以来的 第二部古装剧 首部古装男主剧 之前在天盛长歌的 古装美颜 就迷晕不少颜控 大家疯狂敲碗她演古装 如今终于如愿了 而田兮薇 凭着甜宠剧 如此可爱的我们 我的宠物邵将军 窜出头 甜美的古装扮 相受好评 虽然知名度不高 但感觉和白静庭 还蛮搭的 新川日常 已于三月正式杀青 新川日常 改编自多木木多小说 青川日常 原著小说文风欢快 是不甜宠喜剧 讲述现代女环 李渭一招穿越 被收进清朝四阿哥的后院 一路成长 最后成为皇后的故事 不过原著改编成电视剧后 穿越的设定 应该会修改掉 而女主虽然成为了侧福进 但是每天过得都很充实欢乐 各种各样的美食一天一换 蛋糕 奶茶 烤羊肉串轮番吃一遍 至于后院宅斗什么的 轻轻松松就能够搞定 男主四爷又是女主的男神 每天晚上跟男主培养感情 就是很甜 大家最喜欢哪一部新杀青古装剧的到来呢 欢迎在评论区投票 看起来的 我就是学会议员的 我就是学会议员的 学会议员的